中央政府对台中对本府既未通知也不协商 更不顾市民的情感 重启三号机组燃眉发电 明显的不通知不沟通的恶意令人遗憾 这种与民为敌违反民意傲慢的执政态度 即使是我们如此善良的台中市民 相信都会有所感受 要宣布一个不太好的消息 台电公司前年底被本市下令废止操作许可证的台中火力发电厂三号机组 在中央政府的同意之下 我们有明确的资讯发现 昨天该部三号机组在申电的时候 抵造了先前二号机组启动点火 逐步升温 投煤运转 这几天全国电力被载容量都在11%以上 呈现绿灯 近期在全国电力通运 而未有极重大需求的情况之下 中央政府对台中 对本府既未通知 也不协商 更不顾市民的情感 重启三号机组燃煤发电 明显不通知不沟通的恶意令人遗憾 中央政府重启原先停止的燃煤精度 带头制造空气污染 强迫我们用更多的肺发电 强害中部民众的健康的做法 我们要表达强烈的不满和抗议 台中市政府和全体市民 一项努力认真打拼 力图更进步 更美好的生活 但是中央确实逆向而行 对本市先市现水 没有提出明确的全国性水资源有趣方案 现在又是恶意的恢复三号机组燃煤发电 这种与民为敌 违反民意傲慢的执政态度 其实是我们如此善良的台中市民 相信都会有所感受 我们要提醒中央政府 水 电 铁路等交通 都是百分之百的博营事业 由中央掌控 也关系到民众的最基本生活 如果不断的出问题 没有办法的有效解决 没有办法照顾好 民众的基本生活 实在对不起民众 也会影响到国家的发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么 akhir пер sta关系